超快速引爆電光炮彈 我淚都沒有留過一滴 大家知道我沙坡了 訓練也不會因為小小的意外而中斷 現在繼續 早安 終於課程第一課 首先想跟大家解釋恐懼的定義 想了解何謂恐懼很簡單 誰敢疼他 我來 好 找到了 撐不到,我認輸 算了,你忙得好這麼久也算好 訓練是由錢入心的 要不要來就這麼高倒數 對的,玩個樣子 這裡有糞便,誰敢碰他 這麼多東西不玩 你需要玩糞便嗎 為什麼 你這樣說是因為你懶是受過高等教育 出入又懶是上流社會 是你的懶是學識 認為糞便是無聊和污謂的 就等於你老母在大姨媽 從小到大告訴你 鬼就是恐怖的一樣 所以就算糞便不臭 你都一樣看不起他 如果我們能夠反轉這個觀念 那就行了 夠膽來回答一下他 我碰到了 看不到什麼恐懼 練到什麼這麼厲害 但是這樣 啊,救命啊 學習這個時候 這位先生就是擺脫不了傳統的觀念 所以一吻下去就糟了 學門左洞 如果想練習怎麼克服恐懼 就要靠這支電光炮 大家看一看 這個人這麼長 明知道怎麼穿了 一個有牌才爆的 但是要你拿著他 就硬大膽都捱底的 但是我不捨他 正說拿錯了一支超快速引爆電光炮 但我淚都沒有留過一滴 大家知道我沙坡了 訓練也不會因為小小的意外而中斷 現在繼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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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多次意外 就恐慌不能再在這裡嫁到大家 所以我馬上把我的訓練來升級 現在你們要接受俄羅斯練膽大法的挑戰 我點著條癮的時間 就彈彈彈的傳 看看誰不幸運 我不想像他這樣 撐住 撐住 對不起 馬力太太 不是 我不想像他這樣 我並不想像那樣 我把髮上誘導你們 誰有膽子走 撐住 快點, 快點, 大佬 體驗到恐懼的可怕 不准爆了, 給你 趕快 就這麼快, 拿著 等一等, 到你了, 別炸彈 不要緊, 等一等, 到你了 危險地, 到你了 到我了, 拿過來 你戴頭盔都不止, 還穿了鼻彈 你真是混蛋了